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这前一段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 他上台之后宣布了一系列跟前任完全不相同的经济政策 其中他就说我们要实行这种休克疗法 那么讲到这个可能有一些稍微了解点历史的朋友就会想到 前苏联到最后格尔巴乔夫不就是搞这种休克疗法吗 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 从格尔巴乔夫到叶利钦 他们的这种休克疗法不就是吧 苏联折腾没了吗 可见这休克疗法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但问题在于什么 这个休克疗法在1970年代就已经不但被提出 而且被运用在了很多的场合当中 那么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个苏联和俄罗斯 他的这个经济改革 这个休克疗法为什么把苏联改崩了 而俄罗斯还是一个泥族巨人呢 很简单 我苏联俄罗斯自有国情在此 那这就不是休克疗法的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所谓的休克疗法 讲故事之前 咱们得把这个概念给厘清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国家 这个国有的这个经济 政府干预经济 干预的太过分的情况下 整个的国家通胀率非常高 而且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那这个叫滞涨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么你唯一的一个手段 就是政府放开对经济外汇的这种管制 鼓励外国资本进来 而且是放开这种民间的经济 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些政策肯定没有办法能够让失业力和通胀率给下来 反而还是可居高不下 但是从长期来讲 这能让这个经济回归自由市场这一端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 这个经济终能复原 但是就这个短暂的痛苦 就做个比喻 就像人休克一样 所以这个就叫休克疗法 那么1970年代 这个智利选上台的这个左翼的这个总统阿联德 他想去实行这种智利社会主义 什么呢 就是国家掌控大部分的资源和土地 并且进行再分配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穷人 这个呢 理想很美好 但是现实很残酷 阿联德执政的第二年 这个通货膨胀率就已经居高不下 失业力是急剧攀升 那么物价飞涨 面对这种情况 阿联德能够想到的办法是 对物价实行管控 但是这样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管控物价并不能解决物资的短缺问题 那么黑市上面 这些物价的价格继续飞涨 像什么小麦牛奶这些东西 那么普通的工薪家庭 真的是收入被掏空 那么民众和军队 对阿联德的不满都达到了极点 所以没过多久 智利军队发动政变 杀死了这个阿联德 然后继任的呢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有争议的皮诺切特啊 这个军政府 那么这个军政府一开始面对智利的经济 那也是采取阿联德的那种办法进行价格管控啊 不得哄抬物价 但是这个丝毫不见好 没有办法 他们去找到了这个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 那么弗里德曼专门跑到智利去给他们做了这个六天的讲座 告诉他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去放开价格管控 而且你应该去鼓励外资进入政府 应该尽可能少的去干预经济 而弗里德曼也说这个过程一定很痛苦 在短期之内 但是从长期来讲这个能让智利的经济恢复正常 就像你那个吸毒的人一开始戒毒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你不戒毒 等待你的只有万丈深渊 那么这个皮诺切特是听了这个弗里德曼的话 那么一开始智利的经济的确没好转 但是过了这段痛苦期之后 智利的这个通胀率从百分之几百下降到了正常的这个水平 而且国家的这个GDP增长每年大概是8%左右 这是1980年代左右的事情 那么智利 我们说皮诺切特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但是他能够采纳这个弗里德曼的建议采用休克疗法 把智利的经济带回正轨 这件事情是他的一个施政的功绩 那么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玻利维亚 那么之前啊 也是政府干预之下这个经济搞的是衰败 然后也是通货膨胀啊 失业率屈高不下 那怎么办呢 这个也是用的这种类似的休克疗法 那么经过了短暂的痛苦之后 玻利维亚的经济也回归了正常 而且外债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那么这样的休克疗法不但用在这种拉美的国家 甚至还用到了美国自己的头上 那么70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由于这个石油危机啊 各种原因导致的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滞胀 就是通货膨胀率很高 然后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 那么1980年代初 里根政府采用的就是类似失业疗法这样的手段 比如说削减政府的开支 然后去这个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一开始那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破产 但是这个休克疗法真的让美国去度过了那段经济的黑暗时期 迎来了80年代这样的腾飞 你看这些国家当中休克疗法都能管用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 那是看到了这些经验就选择休克疗法 也不尽然啊 那么戈尔巴乔夫那个时候 苏联经济可以说是病入高荒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为什么呢 特权阶层经过几十年的经营 已经把这个所有的经济资源都给垄断住 而这个由特权阶层这边寄生的军工部门等等啊 为了自己的利益 长期使得国家的军费开支 国防开支 重工业开支 居高不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过去还能够卖石油赚点钱 但是80年代这个也无以为继 而国民的整个的生产积极性是已经不能说被挫伤得很严重了 而是完全就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想要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拯救自己的国家 唯一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削减政府的开支 大规模的削减政府的开支 放开民间的经济活力 引入外资 这就是修科疗法 所以你也可以说是苏联选择了修科疗法 你也可以说苏联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救自己的经济 你不救的话 那就只能是宿死这一条路 但是呢 我苏联自有国情在此 自从1917到1918年之后 整个的权贵 他们已经不仅垄断了所有的这种国有资源 还垄断了所有的技术和这种上升的这种途径 那么想要进行修科疗法 想要削减政府开支 这件事情非常难 就算是表面上削减了 整个苏联的体制在当时 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力出一孔的政治僵尸 你离权力越近 你越会巴结这些权贵 你把这些居上位的人伺候的越好 你越可能在这个政府削减开支 去去国有化的过程中分一杯羹 所以说我们看到 从苏联到后来的这个俄罗斯 在这个苏联的国有资产 慢慢私有化的过程当中 那些诞生的俄罗斯的寡头 无一例外都跟过去的权贵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绝不是偶然 咱就不说那几个大的了 就说那个前切尔西内老板 阿布拉莫维奇 他那第一桶金 之前在军队里面是小打小闹 靠着贩卖一些军队里的东西 赚点小钱 那么后来他是卖了5000吨柴油 然后拿到了400万卢布 当时的400万卢布 非常非常的值钱 那么这件事情被捅出来之后 阿布拉莫维奇动用自己各种各样的金钱 去在莫斯科的检查机关 法律机关那边找关系 最终这个案件不了了之 那么到了1995年的时候 阿布认识了别列佐夫斯基 这位是谁 那个叶利钦的私人幕僚 通过他的关系 拿下了西伯利亚石油开采 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你看如果没有他 跟整个上层的这种关系的话 这些蛋糕如何能落在他的手里 像阿布这样的例子 绝不是偶然 整个苏联和俄罗斯实现这种休克疗法的过程当中 你看表面上讲 政府的这个开支是削减了 表面上讲 这个放开了一些 但是放开的一些 全都进了自家人的口袋 那么民众没有从这当中获得任何的这种实惠 所以说到了90年代 由于考虑到这种苏联俄罗斯自由国情在此 这样的情况 那么俄罗斯的老百姓 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叶里钦的默契 所以继任的那位 也只能依靠这种红场阅兵 乌拉万岁 硬汉奇雄 这种方式给大家这种虚幻的大国主义梦想 以此来拉高自己的支持力 当然了 这位硬汉总统硬归硬 继续去国有化 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 您就比如说 就前一段 圣彼得堡那边一个海军上校 退役的海军上校 竟然活活给冻死在家里了 那你要刨根问底的话 当地的供暖系统整个是失职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年久失修 你要再查 当地的供暖系统是2000年的时候 被以几个卢布的价格 卖给了硬汉的一个前保镖 那么当然了国家无视这位前保镖可以赚的盆满不赢 而国家一旦面对这样的危局 这个供暖系统就和俄罗斯的经济一样 可以说是冤行毕露 那做一句毫不夸张的话 就是俄国他的这种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 就是有国情在此 那不仅是往前比 咱们就看同时代 东欧的国家什么捷克波兰 他们的经济转型 也是类似于休克疗法 他们怎么就成功了 所以说来说起 这真的不是休克疗法的国 还是苏联俄罗斯自有国情在此 那么阿根廷的这位米莱 会不会去重蹈苏联俄罗斯这个负责呢 那就要看他会不会去在他周围 形成一个盘根错节 牢不可破的这样的实力联盟 说我阿根廷自有国情在此聊 那么好 关于休克疗法这个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